法师哥一句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第三页序言这里 第二页倒数第五号 这第二段 好 那么这个序言 就是类似像 这个前言一样 就大概说明一下 佛法概论 那讲到这个佛法 那前面先说 那什么是佛法 好 那接着说 倒数第五号 他说此外 世间一切为妙善 皆是佛法 就是说佛法的目的 那基本上 我们说佛法有三个趋向 向上 佛法照理说 就前面说的 佛法 它是觉悟的方法 所觉悟的法 以及觉悟者所抽出来的法 就是佛 就是觉者 那么 觉者所正的法 就佛所正法 佛所说法 那我们说包括佛所行法都在佛法里面 那么觉者所正的真理 所见的实相 如实相 他就是 就是所正的 这个是佛法 那么正的这个实相的方法 那么这个 觉者 佛陀所说的 觉者所说的 觉者所说的法 那这个法 基本上 就是要能够 述说这个实相 以及正的实相的方法 那基本上 他有三个趋向 我们说过 他是向上 向上 向解脱 那么主要是 不断 不断 向上 向解脱的方法 那么 善法 他是共事间的 那这个是 向解脱 是不共事间的 好 那他说 一切唯妙善法 皆是佛法 就是向上的 因为他是向上的基础 就是我们修行之间 不断不断 逃向解脱 一切唯妙善法 皆是佛法 他是符合这个 向上 向上 向解脱的 皆是佛法 然后接下来 导师就引用 所谓的 深色波精 他引用所谓的 深色波精 深色波精是 雜喊 四零四斤 应该是 四零四斤 我们看一下 这几节 四零四斤 对 深色波精 深色波要叫做 深 深速波 深速磊 我们是深速波 那么 是雜喊四零四斤 雜喊 四零四斤 他说 导师这里是说 我所说法如爪上层 所谓说法如大地土 那么 导师的引用 跟实际上的 可能是不太一样 就是导师记的时候 可能稍微记错一下 那么 那么 这里 真数波精 讲的不是爪上层 跟大地土的差别 如果是爪上层 跟大地土 应该是另外一部精 应该是 导师的 是 另外有一部精 音乐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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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雜喊 我看就是雜喊 他是雜喊四四二經 雜喊有另外一部經是四四二經 四四二經講的是 我們先把這個 因為導師記的有一點點 就是記錯 他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雜喊四四二經 我們先把它說明一下 雜喊四四二經 我們先來講雜喊四四二經 雜喊四四二經講的就是爪上土跟大地土的差別 就是比例 印度人很會比例 爪上土 爪上土就是手指上的土 以及大地土 那麼四零四經 這是四四二經 四零四經比例是 四零四經答案四零四經 四零四經叫做深樹坡金 它的比例是 這個手上的樹葉 以及整個森林裡面的樹葉 手上的樹葉 以及樹林裡面 以及樹林裡面 整個樹林裡面的樹葉 那 這個是用來比例 手上的樹葉 佛所說法 佛已經說的法 佛所說的已經說的 佛所說的法 這個是用來比例 佛未說的法 那這個主要是在比例 眾生的數量 這個比例 爪上土跟大地土 那麼它總共有十種 十種比例 它只因眾生的數量 眾生數 到底眾生的數量 的一個不同 首先 比如說我們先來講這個 爪上土跟大地土 它總共有十個比例 第一個 它是在說 可見的眾生 有形可見的 有形 比如說人 鳥 老鼠 貓這種 有形 而且可見的 這個如爪上土 那麼 無形 不可見的 如大地土 就是 你看不見很微細的 或是 你看不見它 比如說 無色借天的 那麼鬼道眾生 你看不到它 細菌你看不到它 那土裡面的 那麼 你看不到它 那海裡面的還看得見 那麼無形 不可見的 那麼 那麼 如大地土 就是數量上的比例 我們先來講這步驚 那因為導師的引用 就是 他在引用佛所說法未說法 那麼 他說的是 爪上土跟大地土 但是深色坡是一種樹 那 深色坡也都會叫深樹坡 也都叫深樹林 深樹林 就是 這個樹林 就 全部都種這個樹 那到底是什麼樹呢 雲鐵 雲鐵之間 雲鐵之間說它是胡椒樹 類似我們的胡椒樹 那 早期的翻譯叫做 雲石木 雲石木到底是什麼木 不知道 但聽說我們這邊沒有 這是最早的翻譯 然後雲鐵之間叫它是 類似我們的胡椒樹 類似我們的胡椒樹 胡椒木 但是我看現在臉的翻譯 它又說是無憂樹 那不管它是什麼樹 但是知道有一些 有些說是無憂樹 那現在台灣很多人 把那個印度的塔樹當作無憂樹 塔樹就是長起來尖尖尖尖的那種 那個不是無憂樹 無憂樹是另外一種 那個叫塔樹 那 這是有不同的名稱 那不管它 就是說 大家認為到底是 什麼是森樹木 可能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就好像 那到底什麼是安摩羅 安摩羅果到底是什麼 那麼也很多人講的不一樣 那 最常見的就是說蠻果 但是有些人也說不是 那不管它 當然就是翻譯的 那麼 因為導師這裡是 它用的 它用的比例其實是 四字二驚的 但是它在說的這個比例 其實是 四零四驚的 就是說 所說法跟未說法 其實是 所上樹葉跟 樹木中的樹葉 它是這麼說的 我們先講詐案 四零四驚 四驚四驚之後 四驚與諸大眾 我們把這個經寫一下 然後大家知道 四驚與諸大眾 有時候 有時候記很多 難免有時候會混淆 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就是這個 寄到那邊去 四驚與諸大眾 到深樹裡 做樹下 做在樹下 然後就隨手拿起一把樹葉 手把樹葉 四驚手把樹葉 這不常 所以我們就掏一下 大家看一下 手抓起一把樹葉 然後跟比丘講 告出比丘 他說 他說 我曾等正絕 後面就有一些 我們就不講 就講重點 我曾等正絕 我曾否 我解脫 我曾等正絕 一般叫正等正絕 也可以叫等正絕 這是無上普及的 那麼 為人定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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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手中樹葉 這就是手抓起一把樹葉 如手中樹葉 所不說者 如大林樹葉 所不說者 這整個森林的樹葉 那麼 導致在這裡是說 主要是究竟法相得行 他說 有益生心家國的善法 至尊也多有不曾說到的 那 在砸喊裡面 他說 為人說者 然後 所不說者 他主要有幾個原則 他說 為人說者 說者 是因為 為人說者 說者 說者 跟不說者 我們就這樣講就好了 跟不說者 他只要是說 這個 這個法義 說的這個法 所說的法 所說的法 是因為他 這個法 法義勞義 就是他有利益 有益有益 法益 這個法的內容 他可以利益眾生 法益勞益 然後這個法 對眾生有利益 法勞益 他總共有三個勞益 這是利益 法益 法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那麼 犯恨勞益 就是可以趨向解脫 剛才我們講 向善 向善 向解脫 他重點就是 可以得解脫 犯恨就是清淨 把煩惱斷進了 然後犯恨勞益 主要是這樣 那麼 所不說者 比 非 就不是 就否定這個不是 非法勞益 非 非法義勞益 非法勞益 非犯恨勞 所以他就不說 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 那因為 法義勞益 法勞益 犯恨勞 明慧正絕 正向也好 他是這樣的 他不說的就是 因為符合這個目的 那他才說 比法義勞益 法勞益 犯恨勞 那所以可以 明慧正絕 正向也好 明慧正絕 明慧正絕 正向滅法 就會趨向滅法 我們就說 向解脫了 就向解脫了 那所不說者 就是不符合這個條件 他就不說了 那所以導師說 那麼 所絕證 佛所證的 以及他說出來 所傳佈的 那麼 所觀色的很廣 那有益生君加果的上法 那麼有很多也不成說 那確實是這樣 但是他贏的 贏的 他贏的是深色波 深色波是有數 跟他 我所說法如爪上土 這個是另外一個P 這個是雜眼四十二君的 好 那我們就順便知道 來看 來看這雜眼四十二君的 這是四零四君的 好 那四十二君的 他總共舉了十個P 都是在講眾生的數量 有形可見 如假上腹 來 爪 直爪 直假 是假上腹 那 那 不可說的 如大地 那第一個就是有形可見的眾生 那麼 微細 他不是講無形 他是講微細 那其實就是無形 微細 或是不可見的 非常微細像矽靜這樣的 非常小 你看不見的 那矽靜也是有形 就是說我們看不見這樣 就是微細 難關 很難看見的 不容易看見的 難關 又不可見的 那麼 如大地圖 這是第一個比喻 第二個比喻 他講 路上 路上的眾生如爪上腹 海裡的眾生如大地圖 就是 在海裡的眾生數量 在海裡的眾生的數量 跟在陸地上眾生的數量 是爪上土跟大地圖的差別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他在講 人跟非人 人 人的數量 像爪上土 非人的數量 是大地圖 這是第三個比喻 反正這個都是在講眾生的數量 那麼差別 第四個 身在有佛法的地方 就是中國 的眾生 是爪上土 沒有佛法的地方 是大地圖 沒有佛法的地方 是邊地 身在有佛國土的 是爪上土 身在沒有佛法國土的眾生 是大地圖 這是第四個比喻 能夠聞佛法 能夠知法入法的 如爪上土 那不知法 也不入法的 如大地圖 那這個是第六個 他就是說這些眾生 差別不一樣 那數量 就是通常都是 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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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難得 活法難穩 那你想這種概念 那第七個 知有父母的眾生 像我們是知道父親是誰 母親是誰 知有父母的眾生如爪上土 不知父親是誰 母親是誰的眾生如大地圖 那很多 很多眾生其實是不知道父母的 生下來就自己父母啊 或怎麼樣 其實不知道父親是誰 母親是誰的 那麼第八個 第八個是 那麼你有受戒修善的眾生如爪上土 受戒 受此待戒 受戒 而且知道要修善的 三二道基本上都沒辦法 受戒修善的眾生如爪上土 然後不知道要受戒 也不知道要辭戒 不知道要修善的眾生如大地圖 那第九個 他說三二道再來做人的 如爪上土 三二道眾生再來做人的 就是從三二道來做人的 非常非常的少 如爪上土 三二道之後再轉三二道的 如大地圖 有非常非常的多 他在講這個批評 那我們可以參考 這蠻不錯的 第十個是說 人死了之後 人死之後 做人的 在做人的 三二道做人的很少對不對 人死後做人的也很少 人死後做人的如爪上土 人死後沒有做人的如大地圖 做三二道的啦 做鬼的啦 這些如大地圖 那麼在講這個批評 所以講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善自自難逸 在講這個觀念 但是他的差別非常的大 所以 一個是雜喊 四十二經 爪上土跟大地圖 主要在說 佛法難聞 眾生 佛法難聞 那麼人生難得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那 這個 四零四經 當然是在講 佛仇說法跟未說法 的差別 那導師把這兩個經 混在一起說啦 其實是這樣 好 那我們知道 稍微註明一下就好 但是意思其實也沒有差啦 就是你爪上土跟大地圖 以及手中的數月 跟生理裡面的數月 都是在講 都是在講 多跟少的問題 就是說 這樣的人 非常少 那不是這樣的人 非常多 佛仇說的法 已經說的非常少 沒有說的非常多 都是在說數量上 不過 他原文 基本上是 身受破經 身受破經在講數月 但是 身受破是一種數 但是導師說的卻是 四四二經 再講土 土的 東西 所以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這個是 稍微引用有一點點 就是 稍微 記憶上有一點 有一點錯字 所以我們把它 註明一下就好 那因為很多人 我看也引用 那也說 身受破經說 我所說法如爪上乘 那其實他 就是導師錯 他也跟著有引用錯 其實就是說 我手中的數月 因為身受破就是數嘛 我手中的數月 所以有時候 你沒有 照擦或照引用 你沒有稍微 仔細去查一下 就很容易跟著錯 但是這種錯是 小事啊 就是 嚇不遠 因為他 基本意識沒有改變 但是 我們還是要把它轉過來 所以他這裡講到 那 世尊所絕證傳佈的法 官設即管 但主要是 究竟法項得狠的宗教 就是在講這個 講士林士軍這個 明慧正覺 正向涅槃 那麼這個跟 阿安經裡面常常說 這也是阿安經裡面的 他說 如果你如理思維 佛所說的法 四地啊 緣起 得眼至明覺 類似 得眼至明覺 他這裡是寫明覺 他這裡是寫明慧正覺 他說得眼至明覺 說是你對於佛所說的 緣起啊 四地啊 這一些 你如理思維 那麼可以得眼至明覺 所以說是智慧 那麼可以怎麼樣 可以犯恨勞育 法勞育 就這些 那麼他是寫明慧正覺 其實眼至明覺也是一樣 能夠見法 吃法 入法 好 所以他這裡說到 就是佛說的 其實主要在 究竟法上的 得恨的宗教 就是要讓你法勞義 義勞義 那麼 犯恨勞 就三種勞義 叫法勞義 義勞義 那這裡是寫法義 一樣 所以這個法你要主要是這個法裡面的內容 那你要理解 所以叫做育勞義 通常是三種嘛 就是說你讀這本經 或學習佛法 重點 第一個 這個法 這個法對你的身心 這個法對你的身心 對你的生活 對你的生命 有提升的作用 那這個法最重要能夠提升的 不是這個法本身 是這個法裡面的內涵 叫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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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法義 比如說金剛經是一個法 那麼金剛經裡面說的 三經行六度 這個道理你如果不懂 你只是讀經 那沒有辦法義勞義 沒有辦法 那麼你 你懂了之後 你沒有去實踐 沒有辦法犯恨勞義 他是這樣的 這是你要透過實踐 我們把這個擦掉 通常他就是三種勞義 因為佛所說法有義有利 佛所說法有義有利 那麼就是利益人天 佛所說法 佛說法 佛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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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義有利 那通常 我們說法勞義 通常是這麼說 法勞義 義勞義 犯恨勞義 這是剛才那個經裡面說的 法勞義義勞義 犯恨勞義 就是法 法所代表的義 那法就是像文字 你把它寫出來就是文字 你把它說出來就是語言 文字語言 比如說我們講 諸法無常 那但是你要理解諸法無常裡面的內涵 比如說四弟 那你要知道四弟是在說什麼 比如說八正道 八正道是一個法 四面處是一個法 四如一族是一個法 那麼這個法裡面的內涵 你要知道 那知道了之後是什麼 要去實踐的 比如說八正道 八正道是一個法 解脫法 那你八正道你要知道它就是戒定位 八正道就是戒定位 正見 正思維正 你正業正命 它就是向解脫的 它就是向上向解脫的 那它之所以告訴你這個法 就是要什麼 要你去實踐的 就好像你房子在七樓 那它做樓梯 做樓梯做什麼 就是要讓你隨著樓梯上到樓上 那你如果不走這個樓梯上去 你就上不到樓上 上不到樓上 你就看不到樓上的光景 得不到去到樓上的這些利益 你就沒辦法 所以它這個法就是 這個法就是什麼 接一接一接的道路 十幾而上的 所以它有次第啊 修行有次第啊 所以法勞義 義勞義 那麼你 你了解義 你實踐去實踐之後 實踐之後你一定會得到 你一定會得到法的利益 我們叫做功德 所以一般講道 所謂的道理 它的忠者 它的實相 然後道路 它的次第 然後你一到這樣去實踐之後 你就得到它的作用 功德 叫做道德 道手具有的利益 那麼叫做犯恨勞 犯恨就是親近恨 親近 所以一般阿羅漢都會講四句 我神以敬 我神以敬 犯恨以 犯恨以利 所作於伴 我神以敬 犯恨以利 所作於伴 不受後有 那麼它基本上都是 就是 犯恨就是沒有煩惱 就是把煩惱都斷進了 犯恨以利 就是我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得犯恨親近 它基本上犯恨就是親近恨 所謂的親近 所謂的親近 就是沒有煩惱的狀態 有煩惱就是有雜欄 有煩惱就是有雜欄 有雜欄就不親近 有煩惱就有雜欄 有雜欄就不親近 那它是犯恨 它是犯恨勞 主要是這樣 好 那這法的一個主要內容 內容 好 那我們在我們底下看 那它說佛法是真實的正確的 以一切真實而正確的事理 那麼 我們常常講實相 或中道 中正如實之道 以一切真實而正確的事理 事即理 事是法 那麼理也是法 理法是法 絕不是矛盾 而是相容慣的 好 那我們說它最重要就是告訴你次第 你這個次第 而正這個法 由正這個法 而得到這樣的殊勝跟功德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其他真實與正確的事理 事理 十等於根本佛法所含設的 就是說 那麼這一切都含設在裡面 那麼所以有所謂的共法 五稱共法 人天法其實 一切人天法也含設在佛法裡面 所以佛陀有時候跟大家去講 佛師啊 職戒啊 這些其實都是人天善法 人天善法 要孝順父母啊 要奉誓師長啊 職戒道 佛爺跟龍王講職戒道啊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會講 這個是奴家的 這個是道家的 不是 它也是佛法 也是共識見的 佛陀也講啊 那要孝順父母啊 要尊敬師長啊 要不殺生不偷盜啊 這些 它本來就是 你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往上的 它這兩 單單這樣不能解脫 但是你沒有這樣也不能解脫啊 它就是基礎嘛 它就是基礎 那麼佛法 所以多的是那個 比如說佛法有點像金字塔這樣 它底下這個是很大的 那麼這個是 比如說 這個是五稱共法 五稱共法 這裡是人 這裡是天 那應該是這樣 因為它 它上面的比較多 比如說 這裡是 這裡是人 人稱 這裡是天稱 這裡是身文元節 假設 應該更上面 應該比例更小 那三二道就更多了 就更多了 那麼人 基本上 這個是人稱 這個是天稱 天有三界都是天 然後這個是二稱 這個是二稱 天要更多一點 應該是這樣 這個是佛 這個是大稱 佛稱 菩薩道 這個是二稱 比如說這個是二稱 中文元節 那這個是天稱 天更少 人要更多 這是天稱 那二稱也沒那麼多 我們這次招人 這個是天 那麼天又有異界天 二界天 五色界天 所以我們就非常天稱 這個是人 那麼人的這個五界十善 五界十善 那天是十善 還有錠 如果上面還有錠 色無色界天還要錠 然後 這個是人 人的這個法 就非常的多 所有的宗教 基本上這個是共的 共事間的 這個 這個都是共事間 這裏底下都是共事間 這個是世間法 也是共其他宗教的 這個是出世間的 這不共的 出世間 不共事間的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佛說的法 最重點在這裏 最重要在這裏 即使講這裏 也是為了要讓你 能夠到這裏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裏說的 就沒那麽多 就沒那麽多 但主要在這裏 主要在這裏 那後來當然 大聖佛法 他很大一部分都在這裏 升天啊 或是做人啊 像一般我們說的 一般我們說的 這個 佛法的三個層次 第一個讓你不度三二道 這裏是不度三二道 第一個 第一個 做人 不度三二道 人天 人天道 基本上就是讓你不度三二道 因為你一度三二道 後面就很麻煩了 從三二道出來也很麻煩 所以你必須 先保證不度三二道 你才有辦法休息 就好像 你要參加運動 你要參加奧運會 第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你的腳是可以走的 除非你參加 草原 殘障的奧運會 那一般來說 就是說你要賽跑 那麼你要參加賽跑 那麼你首先要先保證 你的腳沒有壞掉 那麼身體沒有生病 這個是先程 不然你就 你就沒辦法參加啦 你不要說比賽 你連上場都沒辦法上場 你要怎麼比賽 你要怎麼跑 那沒辦法 所以 佛法第一個是先不度三二道 所以戒 戒是讓你不度三二道的 然後再來行善 讓你生人 然後修定生人天 這個一部分 戒跟定是共識間的 然後最重要就是會 這裡是會 不共 戒跟定 這個戒跟定是共識間的 戒 所以人至少要五戒 然後定 那麼 一戒天沒有定 社戒天 社無社戒天要有定 這個是十善 那麼這個十善比較圓滿 這個十善不圓滿 那麼這裡是定 這裡是定 那這裡要戒 這裡要善 這裡要定 這個是要會 那由戒定會成就 那佛說的比較多的 那麼當然戒也會講 但沒有講那麼多 善也講 但也講那麼多 主要是講定跟會 那重點在會 重點是會 怎麼正觀 那麼什麼是 世帝 怎麼是延期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 那像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其他真實與正確的事 只等於根本佛法所含著 那世間正見 那麼也是佛法所強調的 那他說 他說 因為其他真實與正確的 事理 那麼也等於根本佛法所含著 根本佛法所流出 雖然佛沒有說 但是也等於佛法 因為他是符合向善向善的 好 那麼他不一定向解脫 但是他至少是向善跟向善 就不割三二道 第一個先不割三二道 第二個在這個連天的基礎上 再向善向解脫 其實是這樣 那導師說的這個其實也是引用大自主論的 導師很多 很多的說法其實都是依大自主論來說 好 大自主論說 因為導師這裡說 這個 一切為妙善法 那麼多是佛法 那金剛心也講 那麼一切善法皆是佛法 好 大自主論 他說 世間真實善理 世間真實善理 唯妙好語 真實善理 唯妙好語 是 接出我法中 世間的這些法其實都包含在裡面 接出我法中 都在佛法裡面 我法就是佛法 接出我法中 金刚经说一切法 金刚经不是讲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金刚经讲一切法皆是佛法 那么这个法也是指 因为法跟非法 金刚经有所谓的一切法皆是佛法 那么这个法其实就是 法跟非法的差别 一切法皆是佛法 那其实就是一切善法皆是佛法 法善因舌何况非法 当然这有两种解释 但是主要的法跟非法 法善因舌何况非法 就是善的你都不能执着了 何况恶的你还要执着 其实是这样 恶法佛法当然是善的 所以一开始就是先向善 向善向解脱 法善因舌何况非法 这个法基本上就是指善法 这是好的 向善向解脱的 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 我们也可以讲一切善法 所以是这里讲的 一切真实善为妙好语 皆出国法中 那导师这里就是真实为妙 那所以他引用的 他引用的一切事间为妙善理 阿含经 那么大事人也讲 他是引用 他说这个是真意阿含 那大事人里面有说 之间真实善理 为妙好语 皆出我语中 所以他说 这可见 未有沙门 这大毗菩萨论的 那么当时 当时大毗菩萨论在讨论 那么因为佛陀灭后 佛陀灭后 那么不断有所谓新的经典结局出来 这个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有跟大家讲过 那么他们在讨论 就是说 这些部派的论识 在讨论 因为大家各个部派受识的经典不太一样 那么虽然是大同小异 但是有部分 有部分 这个部派有受识 有部分那个部派没有受识 那彼此都有一些差异 那么在讨论 那你这本经 我这里是没有的 那本经是你自己编的 那 那 所以 这个到底你说的是不是佛法 那就有很多的问题产生 那我们说佛法 流传的佛法 因为基本上就是流传来的 就是辗转传来 辗转传来 阿涵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 辗转传来 这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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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转转传来 像车人一样 转转传来 佛法是从佛开始 就佛在世的时候 通常分就佛在世的时候 说的 因为佛法是佛说的 佛在世识 佛在世的我们叫做根本佛教 这个是根本 佛法就是由佛说的 所谓佛为法根 佛为法眼 佛为法医 佛为一切 现在我们知道佛法的根本 都是由佛说的 那当然佛弟子说的也是 那主要是佛 佛弟子还是从佛那边来的 佛为法本 那么佛灭后 佛灭后 佛灭后就开始分了 大家设 因为佛灭后 到底佛说的些什么 那每个人记得不太一样 那那个时候佛灭后 大家设 没有多久大家设 结起经典 佛灭后大家设 结起了 大家设 结起了 那么 佛灭 佛灭没有多久 大家是结起的 这个叫做原始 这个叫做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佛的教法 佛说的 到底什么是佛说的 好 我们把这些 听过佛说法的这些阿罗安 集合起来 然后边 那就是 把它结起起来 就是原始佛教 但是原始佛教 不等于根本佛教 但是原始佛教 是从根本佛教来的 斬转传来的 那内容 内容 里面的内涵 里面的内涵 就是解脱的 解脱的内涵是一样的 但是 不可能完全一样 就是说 因为佛跟很多人讲 佛跟非常多的人说 在家出家都有说 那结起的主要 结起的都是这些阿罗安 500阿罗安 水利佛 目见也没有参加结起 很多人没有参加结起 比丘宁也没有参加结起 在家去世也没有参加结起 那么佛跟他们说的 有没有传下来 有的没有 所以他不可能等同 他不可能等同 就是他取主要 主要的那一部分 那变成佛法 那么没有结起的还有很多 没有结起的很多 那五百阿罗安听的 五百阿罗安听的 那么虽然是正确的 但是不是全部 阿罗安至少有五万个 那才五百个结起 那还有比丘尼呢 还有比丘尼呢 还有出国二国三国呢 还有在家基士呢 所以这些人佛跟他们说的 有时候 有时候当然 阿罗安在的时候 或谁在的时候知道 他也说出来 所以他有八众送 但是这个数量非常少 非常少 那因为只有 那个阿罗安在场 他听到他才会说 他没有听到 或是这些在场的阿罗安 入内法呢 那也没有说出来 也没说出来 比如说舍利弗 当时只有舍利弗木剑人战 可是舍利弗木剑人 没有参加结起 十大阿罗安 只有几个参加结起 其他都没有 富罗奈也没参加结起 那所以 所以这些人听的 或这些人当时在 听到的 那么也没有 也没有被结起出来 所以原始佛教基本上 假设根本佛教有这么多 佛说法有这么多 原始佛教大概 大概 大概到这样而已吧 我看都不到三分之一 因为阿罗安才五百个 还有很多在家的呢 还有很多比丘尼呢 他也没参加结起 那当然 当然 阿难有去的时候 他有记起来就有 那没有的话 因为佛去说法 常常都是带阿难而入 那阿难是 二十五年之后 就是佛说 佛应该是 佛出家 佛成道后二十年 阿难才跟在身边的 前面二十年阿难是不在身边的 那那个时候那些阿罗安的 佛说的 那么佛有没有说 那么很多人也记不起来 这个是原始佛教 然后佛灭后大概一百年 一百五十年左右 就一百年到两百年中间 这个是佛灭后 那个时候 那么加一点 减一点 加一点 减一点 那又穿进来 然后加进去 就加进去 然后就变成 所谓的布派佛教 开始分布了 大家观念上有点不一样 从两部 变成 十八部到二十三部 分成上座部跟大中部 然后越分越多越分越多 就分到二十三部 一般讲十八部 好 那个布派佛教 传传传 开始又有所谓的大圣佛教 大圣佛教流行了一阵子 这个在西元前一世纪 就是大概四百年 佛灭后四百年 因为佛是西元前 大概四百多年的人 所以大概西元一世纪 大圣佛法在西元前一世纪 就兴起了 就是佛灭后五百年 就是西元前一世纪开始兴起 然后就传到大概 西元后 佛灭后大概一千年 一千两百年 佛灭后一千两百年 五世纪六世纪的时候 密教兴起 就我们讲六世纪好了 六世纪就是六百年 叫这样四百年一千年 我们就大概算了 佛灭后一千年到一千两百年 就中间 就秘密大乘 就秘密大乘 秘密大乘佛教 我们叫秘教 那我们现在的佛法 就是结局综合的 看我们早晚课就知道了 就结局所有的 都把它当作是佛说了 然后都是辗转传来的 辗转传来的 那他当然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加了非常的多 就比如说我们说那个 沾茶三二叶报经 连那个 连那个类似像 普卦那一种 那一种 木轮 他也变成佛法 也变成佛说的 那哪有可能佛 哪有可能做这种 叫你 叫你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 用那个沾茶木人 叫你 叫你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烦恼 还没清除干净 用沾茶木人 看我还有什么烦恼 你再没有办法决定 我到底是有罪没罪 亲近不亲近的时候 用沾茶木人 一般来讲佛不会这样教的 那但是后来这个就变成 世间的善法 就是一个人他 心瘤或不定的时候 然后心没有能力的时候 站起用这个方便法 然后 然后 叫你要做沾茶木人之前 那心 要先持戒 要先怎样怎样 你做了这些 你心当然就比较安定了 类似像一个方便吧 那就有很多类似像这样 就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到命运大乘 方便就越来越多 大乘开始就重方便了 大乘开始重契机 那么在这里 他基本上是重契机 到不拍佛教以前 基本上都重契 合乎 合乎那个礼 到大乘佛法之后 契礼跟契机这部分 比较重契机 比较重契机 但是佛法是契礼又契机的 就是他的偏重有点不一样 所以他很多方便 最常见的就是告诉你这个菩萨有多大的功德 这本经送完了有多大的利益 那个就是 我们叫做四间西坛跟为人西坛 四种西坛 好 那他这里讲 那他说 未有沙门 执着文字 离经所说 终不感言 那就是说 后来传出来的佛法 这个已经大乘佛法已经不拍佛教了 不拍佛教了 不拍佛教因为他们彼此 彼此受此的菌典 虽然大同教育 但是有小部分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一派 我们这一步 比如说说一切有不 我们没有这一步菌 你们有 那你们这一步菌 我们这里没有的 所以这一步我们不承认 那么他们也说 大比佛法论里面 大比佛法说一切有不的 那你们有不有的那一步菌 我们也没有 所以你们 你们说那个是佛菌 我们也不承认 类似像这样 但是其实佛法 重点在合不合乎那个理 合不合乎那个理 那所以 他说离经所说 终不感言 我们的菌没有 我们没有这一步菌 或是我们的菌没有这样说 没有这样说 所以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敢说 因为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邪见 不是佛说的就是邪见 最明显的差别 以前的人 以前的人都是这种观念 佛法传到中国来也是 几个例 我们几个例 那个时候 南北朝的时代 那么 涅槃经已经传过来了 南北朝的最流行的就是 涅槃经 那涅槃经传过来 不是一起全部传过来的 他是前分间传过来 后分还没传过来 但是涅槃经的前面讲 有一产题断三根 涅槃经 涅槃经是正常为心的 涅槃学派当主是最夯的学派 他前面讲有一产题断三根 一产题就是断三根 断三根 断三根就不能称佛 就是他一产题是不能称佛的 那断三根 断三根就不能称佛 有点像娇雅拜祖 就不能称佛 那么所以这个涅槃经传过来的时候 前面讲有一产题 那那个时候刚好那个道僧 道僧好像也是罗属的地址 道僧 那么道僧想说 照理说 应该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所以他就说 他就主张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那个时候经典讲有一产题 就是有断三根的 那么明显有不能成佛的众生 这个是不能成佛的 那么他却出来讲跟大家说 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 他就出来说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皆可成佛 所以这个不是经典讲的啊 那经典讲是有一产题断三根啊 所以大家就怎么样 把它并出啊 因为你散发学见 因为经典没有说啊 经典 经典 涅槃经来 前分明典讲有一产题断三根 那么你说 你却在标榜一些东西结合成佛 佛没有这样讲 因为经典没有啊 那个时候经典还没那么多 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认为他上波邪见 就把他赶出去 并出啊 结果他并出他自己跑去书桌那边 对着石头说法 神功说法完死点头嘛 他就对着石头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讲这个里面 讲给他们这些石头听啊 结果石头都跟他点头 当然是自己他讲的啊 那么一般我们就说神功说法完死点头嘛 他就自己在那里 结果过了不久之后 涅槃经的后分 就前分跟后分 传过来 后分里面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大家就把他当 就是他面前他有先知之明啊 又把他挺回来 那你看 这个就是说 他们会对照这个经典 那经典有这样说 可是经典传过来也不是全部传过来啊 好 那么 经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大家又认为 这个经典有说 所以他说的又正前正确了 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看起来 这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这些经典传过来的 是不是就是佛说的呢 其实也不一定 有些是当时的这些组织说的 当时的这些部派说的嘛 所以以前我们会觉得 大藏经里面有的就是佛说的 最常见的就是 我说的是佛说的 不然你去看大藏上第几页 我告诉你 大藏经里面不都是佛说的 但以前我们是这么认定的 最早就是说 我们传过来的经典里面 有没有 有就是佛说 没有就不是佛说 那这样的观念 其实 老师就要讲这个 未有沙门 那么执着文字 离经所说 众不敢的 那这样的观念 其实也不太对啊 我们先下课